下 SQL 语法就可以 比如说你 select 所有的栏位 from 哪个 table 它就可以帮你把所有的资料通通都放进来 比如说我们有个 table 叫地址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它的条件 用会友来筛选 会有哪个栏位呢 比如说刚刚有个栏位叫什么 也叫地址 所以我们可以在地址里面 假设我今天要找地址里面 它是住在忠孝东路的 帮我捞出来 那这边的话我要怎么样 把这个资料捞出来 这边有个万用资源 用 start 不过在 Java 里面不是 start 是百分比 跟那个一样 那比如说他住在忠孝东 打错了 忠孝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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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它执行一下 执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最后的结果 这边的话 你可以把它excue excue excue之后的话 这边就会执行 那忠孝东的 就会出现了 你少一个什么 like 会有地址like 比对的 因为不是数字 所以是 我们要用一个那个 like like忠孝东 那前后单引号 执行 那忠孝东的就出来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 变成一个关键字的话 其实就是把那个忠孝东 变成一个你输入端 传过去的参数 就搞定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怎么做 第一步的话 我们可以把刚刚grift 有没有 把它另存一下 我们把它另存之后 另存成那个slate 比如说我们用slate.htm 那改哪些地方呢 因为我这边会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sp jsp是slate.jsp 那方法的话 我用那个get或pots 其实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没什么安全性问题 用get好了 ok 然后 预设值就忠孝东 然后有一个tester 传过去是data 3min ok 把它save 所以界面部分应该ok 对不对 再来的话 城市部分它接吧 那接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这些 第一个就是 把接的那一段程式码 一模一样call过来 放在s 对不对 这应该没问题 再来的话 底下就是什么 去